澳门的通胀率一直高居不下 民间一直都希望政府可以增加内地鲜活食品的输澳渠道 让市民可以不用忍受贵家货品 在行政法务范畴大会上 多位议员就狠批政府在增加内地货源方面 至今还是一事无成 希望新设在跨工业区的批发市场可以有所作为 过去批发市场的弊端是什么呢 就是有破坏 不过租出去 新的人是没办法进入 现在有了新的批发市场之后 政府怎样去避免这些垄断 你不够胆去打破 就说扩大 一定要帮顺 租些地方 令到澳门市民吃贵的东西 怎样透过扩建批发市场去打破这些垄断 如果将来的运作方式是怎样的 你卖全路给回南越批发公司来经营 这个就得个玩具而已 针对议员们的狠批 民署就说新设在主要跨工业区的新批发市场商铺 比现在多了整整一倍 相信可以引入更多竞争 谭伟文还说新的批发市场会有一系列的改进 包括引入新的经营模式 规定厂内的店铺只能做批发的用途 澳门卫视马俑菲李冰冰澳门报道